收东坡逝世 九八八十五年 因为刚好我们最好的大学 叫九八五 所以民间又想起了一个 收东坡的热潮 包括中央电视台 也是想起了收东坡热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聊一聊 收东坡 收东坡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伟人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 培养出来的既有深究 又非常可爱的 人见人爱的伟人 收东坡是人见人福 也人见人爱 我们敬服他 我们也喜欢他 收东坡的才行就不用说了 可以说收东坡是个文艺权才 你看 他的文章 诗歌词 他的诗法 他的绘画 尤其是诗文词 诗法 达到了他那个时代 也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级的水平 可以说 都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天花板 够不足的天花板 收东坡是我们今天 每个人的珠珠珠珠珠珠珠 很难被超越 要财心就算了吧 他有机智 搞东西又幽默 真是没办法 收东坡我们除了喜欢他 除了佩服他 我们还敬重他 原因在哪个地方 他善良 他大斗 他宽容 今天我觉得收东坡 我们说不尽的收东坡 现在好几个尺码社 包括最好的尺码社 一直在要写一本收东坡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现在主要是 签了合同文章 我要还 我以后 我尽力地抽出时间来 写一本 我所认识的收东坡 就是收东坡有些东西 我和大家讲 有些东西我们只有惊叹 没有办法学习 比如说 他的才气 他的机智 他的幽默 我认为这是天生的 我们学不来 只有佩服 对吗 那给东西捞 那我就服你 那有些东西 我们是会学的 比如说 他的豁达 他的宽容 他的善良 他的乐观 这些东西 我认为我们是会慢慢学 得到的 那么我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收东坡的宽容 他的大豆 你要想成就四年 你一定要胸怀宽广 要大豆 一定要宽容 在这里让我和朋友们聊一聊 就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过分地强调自 你看 智慧 就是从幼儿园开始 我们家长总是关注孩子的学习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一个人的成功 在很大的程度上 还不是由他的智力决定的 为什么 一个人的智力 大部分人都是差不多的 有天才没有 有 像说的莫泽安天才 但极少 只要你的心态好 只要你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只要你比较善良 而且你要勤奋 你就会干出伟大的事业 我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收东坡的善良和宽容 收东坡这个人 他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 而且他总是宽恕 所有的人 一个人长期 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的人 我觉得太好了 我们平常人 往往总是看到别人脸上有黑字 从来看不到自己眼中间有眼神 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 很少去看别人的优点 这点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收东坡 哪怕他在政治上的对手 他也看到别人的优点 比如说王安石 他跟王安石在政治上 完全是不一样的 王安石变法 他是反对的 而且在王安石变法期间 他也变到外地 变到很多地方 但是他对王安石的财气 从来都是非常认可的 他们之间就才华而言 是相互欣赏 他有时在墙壁上 看到了王安石 写的两首诗 他说这个老狐狸经 写的真好 这我告诉大家 这叫气度 而且宽容 比如张敦 张敦怕他整得要死 他从海南岛回来的时候 张敦已经下台了 很多人认为 收东坡肯定要当宰相 他的儿子急死了 说其实 他的儿子 是收东坡主持考试的时候的近视 就是收东坡是他张敦儿子的座主 好 我再和大家讲 也就是今天说老师 张敦的儿子马上就给收东坡写信 说收老师 我父亲对不起你 希望你大人大量原谅我父亲 收东坡马上跟他回信说 说小子 你告诉你父亲 我跟他一直是朋友 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变到海南岛 就是张敦那个狗东西变的 像我在搞死 你看 连这样的事情 他就宽容了 他在临死之前 跟他的弟弟说 我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坏事 所以我一辈子 没有遇上过一个坏人 其实他遇到的 很多都是坏的 而且想是他不是死的坏的 老师说 我抖到这个地方 我有的眼泪就来了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他对白鱼翼 原尊 甲导 木交 他有不好的评价 他这样说 他说 原清拔树 他说原 原尊的诗 清条 拔鱼翼 通俗 交寒 木交的诗 寒 就是长期写穷 贫寒的东西 导树 甲导的诗 语言不丰满 那么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人家有一次就说 他说 瘦先生 你经常看到你 特别喜欢白鱼翼的诗 喜欢梦交的诗 也喜欢原尊的诗 你评价又不好 什么原因呢 瘦德博说 愣道当年 取人当树 说一个人 愣道 从原则上讲 我们应该两个 但对到任何一个个人 我们应该宽容 愣道当年 取人当树 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 为人的原则 在道理 在原则上 我们应该严格 高要求 高标准 但真的到每个具体的人 我们应该宽容 看到别人的优点 原谅别人的缺点 对你好 对别人也好 对你好 就是你总是看待别人的优点 你才能够从别人身上 细细藏处 三人行 必有往事 而且你宽容的别人 宽恕的别人 你的敌人也少 别人好 你也好 对吧 而且你只有你宽容 大斗 你做人才有安全感 不管走到哪里 你得有朋友 好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聊一聊 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 过分地看中 看中自力 而为看中人的修养 这一点 我认为是极大的偏差 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一个人的自力 是差不多的 决定一个人的成败的 很大的因素 往往是一个人 怎样做人 在这点上 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 我大学 比你以后 我反省一下 我们班里 我们年纪里 包括我年纪生 包括社会上的 我的一些同辈人 他为人不好 他性格不好的人 很难班成大师 比如说 在大学里 我认为将来可能 有出息的人 现在 在比你以后几十年 再回过头来看 他一事无成 原因在哪个地方 不是他不聪明 而是他为人有问题 他的性格有问题 在这点上 我希望大家 享受多么学习 宽容 大豆 我以后 还要和大家一起 讲他的豁达 他的乐观 我希望 尤其是高中的同学 追随 我们收东部的脚步 高考 一举成功 金榜其名 卖务 985大学 好 谢谢大家 朋友们 重力行踏 千把斗 默然回首 点 来